第八題 甲乙丙燈泡的電阻大小分別為5歐姆10歐姆20歐姆 請問當電聯如圖時 甲乙丙三個燈泡的電功率大小依序因為下列合者 我們的電功率公式 有三個 那我們這題是所謂的串聯電路電流相同 所以我們使用的是P 等於I平方乘以R 那因為我們電流相同所以電流就不要管他 我們就發現我們的P跟R是成正比 電阻越大 我們的 電功率就會越大 那麼甲的電阻是5歐姆 乙的電阻是10歐姆 丙的電阻是20歐姆 所以我們表示我們的甲的電阻最小電功率最小 所以而我們的丙的電阻最大電功率最大 所以的踏角次序是甲 小於乙小於丙 第八題問我們說 甲乙丙三個燈泡的電功率大小次序 因為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C 甲小於乙小於丙 我們會選擇的 要選擇的 其他人 我會選擇的 我會選擇的